孤注一炙 话说,北宋真宗时期,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宰相,名叫寇准。 有一年,北方的辽国突然发兵侵犯中原, 彪悍的辽国骑兵一路势如破竹, 宋军抵挡不了,老实战贷, 告急文书一个接一个地送到京城, 宋真宗看到这些边境的文书急得不得了, 马上召集文武大臣来商议对策。 我军节节失利,你们倒是想个对策呀。 朝廷大官们都很害怕,也不敢作声。 过了很久,还有个官员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 对宋真宗说, 皇上,我们现在还是暂时去避避风头吧, 不要跟辽国发生正面冲突了,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啊。 皇上,您现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说完,其他官员也都随声附和, 宋真宗这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犹豫时,宰上寇准说话了。 皇上,老臣认为, 敌兵声势确实是更好的, 不容易打败。 但如果皇上您亲自前去督战, 那肯定能振奋士气, 将辽兵赶走。 真宗听了寇准的话, 自己想想, 如果我躲了这风头, 辽国肯定会趁机占了我的领土, 以后想要再躲回来, 就是南上加南了。 不行, 我身为皇帝, 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 而丢了我的百姓。 于是, 宋真宗接纳了寇准的建议, 决定亲自统帅三军, 前去迎敌。 宋军将士见皇帝亲自来督战, 士气一下子变得十分高昂。 果然, 没多久就把辽兵打得落花流水。 宋真宗海鲜儿归后, 很感谢寇准的大胆建议, 从此以后就更信赖他了。 这时, 朝中另一位大臣, 王清洛, 十分嫉妒扣准, 于是, 就想帮设法地寻找机会, 在皇上面前重伤扣准。 有一次, 王清洛陪宋真宗赌钱, 一开始故意连着输, 到最后一把时, 他一次性把剩下的钱全都下了住。 真宗觉得很奇怪, 就问, 你为什么这时候把钱全都压上来? 王清洛看时机成熟了, 就变着法子对宋真宗说。 陛下听过孤注一句吗? 孤注一掷? 王清洛会心一笑, 说道, 陛下明不知, 在民间赌博时, 赌书的赌徒往往都会在最后一把, 把所有的钱压上做赌注, 假如赢了, 他就能翻本了。 哦, 这个做法还真是有点险, 假如最后一局输了, 那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王清洛听皇上这么说, 一阵窃喜, 连忙接话道, 皇上说得极是, 这就是赌徒的侥幸心理, 输了, 当然就是一无所有了, 这不就跟您上次新自带兵和辽兵作战一样吗? 都是孤注一掷, 哎, 陈现在想想都后怕呀。 宋真宗被王清洛这么一说, 心里便泛起了疙瘩, 想, 是啊, 我那不也是孤注一掷吗? 当时要是输了的话, 别说我自己的信念, 整个大宋也都没有了呀。 王清洛看着宋真宗变了脸色, 便接着天尤加粗地说, 皇上, 那是寇准坚持要您御价清征, 便是拿您的性命当作赌注, 去孤注一掷啊。 还好陛下您鸿福齐天, 保佑了我军获得胜利, 不然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王清洛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就赶忙主动退下了, 宋真宗想着想着, 不觉大怒起来。 过了不久, 他就把扣准点了直, 账为知府。 天尘的计谋就这样得逞了。 这个故事呀, 就是成语孤注一掷的由来, 本来的意思是, 将所有钱做赌注, 放在最后一把, 希望能赢。 现在呢, 则用来比喻人在危急的时候, 投入全部力量, 冒险形式, 希望奖庭获得成功。